星期四,我会到立法会出席行政长官互动交流达文会 今次我想和立法会的议员通过互动交流达文会探讨两个议题 一是推动城市经济,二是基本法第23条立法 香港的盛事将一浪接一浪,会吸引来自全球各地的访客参与 不但增加香港的竞争力和商机 亦都可以为香港带来庞大的经济效益 带动旅游、酒店、餐饮和零售等行业的经济收益 我想和议员探讨的问题是 政府和社会各界 怎样可以攀手推动和吸引更多的城市在香港举行 业界可以怎样做,令到城市加以增值 怎样可以提升访客的良好经验和印象 产生磁石效应,吸引更多的旅客来到香港 业界又可以怎样做,将人气变成财气呢 有关第二个议题,基本法第23条立法 政府会尽快完成23条的立法工作 实践这26年多来香港未履行的限制责任 国家安全是市民福祉和经济发展的最佳保障 我将会和议员探讨,面对未来国家安全风险千变万化 我们应当如何去确保第23条立法具前瞻性 维护国家安全,香港安全和保障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利益 另外,在履行宪制和法律责任的时候 政府应该如何处理第23条立法 香港国安法以及全国人大在2020年5月28日 作出相关决定时候的内容 这三者的关系,涵接和兼容互保 我将会通过答案大会和议员交流和探讨这方面的问题